很多时候事情的结果并不能如我们预期的那样 即使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工程师 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最疯狂的六个失败工程 塔科马海峡吊桥 塔科马海峡吊桥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桥长1.6公里 横跨塔科马海峡 吊桥于1940年首度通车 但不到五个月便发生了倒塌 但它原因是因为桥面不够厚 不足以让卡门窝街在墙风中摇摆 当卡门窝街的振动频率与悬索桥本身的固有频率相同时 就会引起悬索桥剧烈共振而倒塌 这事件成为了研究由空气动力学 卡门窝街引起的建筑物共振破坏力的活教科书 并且也被记录为20世纪最严重的工程设计错误之一 圆形桥梁 这是位于印度的一座桥梁 设计师没有把桥梁设计成笔直的道路 而是设计成了一个圆形 这样增加成本的设计是为了结构考虑 还是为了让司机关上沿途的美景呢 上海莲花河畔7号楼 2009年6月27日 上海市米京区一再建楼盘工地 发生了楼体侵附事件 致一名工人死亡 楼体劲闹的主要原因是 紧贴7号楼北侧在短期内堆土过高 最高处达10米左右 预测同时 紧邻大楼南侧的地下遮掘枯机坑正在开挖 开挖深度4.6米 大楼两侧的压力差使图体产生水平位移 过大的水平力超过了装机的抗测能力 导致了房屋倾倒这一事故的发生 这些损失高达1600多万人民币 6名事故责任人也被依法判刑3至5年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 华特迪士尼音乐厅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 由普利兹克建筑想得主弗兰克盖里设计 音乐厅落成后 凹凸的抛光不锈钢板如一面面大镜子 反射炽热的阳光到周边的公寓里或露面上 这使温度上升引起投诉 干阅厅的售票员也表示 曾多次看到对面街上有施工警告三角锥 受不了高热而融化 垃圾桶也产生了自然现象 后期为修复这个建筑错误 花费了高达9万美元的费用 柳京饭店 柳京饭店位于朝鲜首都平壤 是一幢三角金字塔式建筑 斜面角度为75度高330米 柳京饭店的修建自1987年开始 最初的预算是7.5亿美元 这是当时朝鲜GDP的2% 饭店于1992年因缺资金停止建设 很多媒体报道它设计的不合理 美森建筑过低 很多建筑学家也分析到柳京饭店 已经出现了地基沉降 混凝土结构不够牢固的问题 即使投入使用也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而如今柳京饭店依然是一个空壳 1919年的1月份 波士顿正处在延东极寒之中 突然从城市内部传来了一阵巨响 容积超过700万升的蜜糖铸藏罐 发生了爆炸 神合色的蜜糖如巨浪般涌向城市 所到之处树木断裂平方瓦解 在这场无情的蜜糖海啸中 共有6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更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有关于这场蜜糖海啸产生的企业 是因为蜜糖加工厂 囤积原料将注冠注得太满 加之注冠的冠壁太薄 满载后无法承受过大的压力而炸裂 而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安全生产最重要 长按点赞运气++++ 评论区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